副部長 請副部長 委員好 副部長好 今年的漢光演習 是不是要實彈射擊 委員 今天漢光演習 我們有部分演習項目 是有做一個實彈 好 就是今年 是馬總統上任以來 第一次要實彈演習 所以很多國人 對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是抱著非常高的期待跟期望 希望國防部在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可以凸顯 我們國軍的戰力 以及捍衛國家安全的決心 謝謝委員的提示 馬總統會不會參加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接獲明確的訊息 馬總統會不會像上一次一樣 到漢光演習 去當那個快閃隊 去了不到十分鐘馬上就離開 這個對激勵國軍士氣 提振國軍的整體的戰力士氣 是非常的傷 所以我希望馬總統不要當快閃族 這一次漢光演習 國防部應該邀請馬總統全程參與 有三軍統帥參與的國軍實彈演習 別具異議對不對 報委員 的確是如此 我們會做一個詳實的規劃 讓民眾呢 能夠滿足他的期待 我問你是 你要邀請馬總統參與 報委員 我們在這邊有做 我現在呼籲馬總統 你應該要參與這一次的漢光演習 希望藉由三軍統帥的參與 能夠激勵整體漢光演習 國軍的士氣 國防部務必邀請馬總統參與 報委員 我們會全力以赴 來邀請我們統帥 好 這一次在澎湖的台灣境內演習 也是格外令人家注意 為什麼 現在整體的規劃 萬彈齊發 為了怕挑起兩岸的敏感神經 為了怕刺激中共 所以我們在澎湖的戰場 萬彈齊發要往南射擊 這不是太好笑了嗎 還沒有演習就畫地自信 還沒有演習就為戰先摔 這個像話嗎 報委員 演習的規劃是早就律定了 並沒有說特定因為是哪個方向 而做了這個實彈設計 副部長 演習啊 視同作戰 敵人從哪裡來 飛彈就往哪裡打 報委員 現在的作戰環境是 所有的威脅跟作戰的武器裝備 都是四面八方過來 所以沒有一個特定的方向 那為什麼現在規劃說 所有的飛彈都往南打 避免刺激 中共 這是媒體的報導 並不是 避免挑釁解放軍 避免挑動兩岸敏感的神經 荒唐啊 演習四同作戰 敵人應該從哪裡來 我們就往哪裡打 媒體還報導說我們的將領說 清朝的時候 施浪啊 就是從澎湖島的南部啊 用水路啊 遊南往北打 這個不是又太好笑了嗎 怎麼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幾百年了 解放軍還會循著施浪的水路 遊南往北打嗎 所以我們的演習啊 就按照施浪的水路啊 來做演習 拋彈往施浪的水路 這是完全不實的一個報導 如果不實報導你就成親 是我們會成親 要不然這樣的演習 讓我們看了真的很擔心啊 而且覺得很荒謬 又覺得很好笑 我們現在整體的 漢光演習還在循著施浪 打澎湖的時候 往南往北打在做演習 你還幻想說 解放軍也會按照施浪的水路這樣打 我們漢光演習的規劃 不僅是有士兵 解放軍有飛機啊 有大炮啊 有航空母艦啊 有軍艦啊 現在整個作戰環境啊 所以演習是從作戰嘛 是的 飛彈該往哪裡打 敵人從哪裡來 我們就往哪裡打 沒有什麼往南發射的 報員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會跟您做一個專報 而且請您參加我們的 馬英九要去的話我就去 連三軍統帥都不去啦 你要我們立法委員區有什麼用 一個國家的統帥啊 要重視那個演習啊 好 好不好 你去邀馬總統去啊 然後我們立法委員區去 好不好 不要敷衍 請馬總統不要敷衍 也不應該當快閃族 要非常重視這次的實戰演習 畢竟是他上任你來 第一次 尤其是在我們台灣國境外的 離島演習啊 意義重大 不可以敷衍 全力以赴好不好 是的我們會全力以赴 好另外我請問你 黃埔四海同心會的會長 最近居然大發謬論 公開暢言 他說 為了走向終極統一啊 台灣才有安全可言 我請問副部長 你贊成這一句話嗎 包委員 這種表述跟這種論述呢 不是本部的立場也不是本部的原則 你個人贊成 黃埔四海同心會的會長 他講的這一句話嗎 包委員個人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我請問在場的各位 各位 將軍們 各位肩上帶著心心們 你贊同李貴華中將所講的這一句話 只有中極統一 台灣才有安全 你們贊成嗎 贊成的舉手 沒有人贊成嘛 這些退將 這些退將 講這個話 已經變成中華民國的叛將 對不對 包委員我們不斷的在 提醒我們的 退休的老前輩跟長官 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務必要遵守國家的尊嚴 跟國軍的軍運 馬總統國民黨的 整體兩岸政策 也是不同啊 不同啊 即使不談到 不讀不無 但是他至少的前提是不同啊 不是嗎 包委員 這是我們總統說的三原則 對啊 那不同 如果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顯然這一些退將啊 講中極統一 自甘逗落 淪為中共統戰台灣的工具的話 他是違反國家政策啊 對不對 我統治馬英九現在的政策 那他公然倡導 終極統一 要求台灣被統一 這個顯然是違背政府的政策啊 這個不但是 他是判將啊 他還判國啊 他還違背人民啊 台灣現在有80%以上90% 都是贊成維持現有體制啊 他們這樣講也是反叛人民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包委員我們對這樣的言論感到遺憾 你感到遺憾 他們現在還在領我們的終身奉 還在坐領高薪 然後上一次為了年終未問金啊 這一批人啊 還出來哇哇叫 心裡面想的只有中華民國的錢 跑到中國去跟解放軍唱和不談 回到台灣來還大發妙論 要求終極統一 這個是什麼中華民國的軍人季節啊 這個有什麼武德啊 啊 副部長譴責一下 包委員 他們現在已經是退伍或者是退休了 所以是一般的平民 當然我們一般的平民 他只要是有一天領台灣納稅人的終身奉 他都不是平民 他都是退休將軍 我們國軍保持我們自己的原則 跟維護我們的軍域跟榮譽 所以這方面的言論是不會產生 這一些退將 變成叛將 都是在場各位的長官 各位的前輩 還是各位的學長 他們的剩餘價值啊 就是影響軍裝的士氣啊 就是要瓦解你 軍人對國家的忠誠度啊 就是混淆你啊 國家認同的價值啊 這些退將 現在在中共的眼裡的 利用的剩餘價值 就只剩下這一些嘛 報告委員 他們少數人有這樣遺憾的言論啊 並不代表我們的多數 大部分 而且全部的國軍現役的人員 副部長你可以告訴他們啊 如果你不愛這個國家 你就不要領這個國家的錢啊 丟臉啊 下西下井 對不對 報告委員這方面啊 當然是 應該有推幅給他們 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取消他們的退休縫 不是只有年中慰問金 不應該給他們 他們連一毛錢的退休縫啊 都不應該 人家過去啊 那些黃埔一二期的那些老將領啊 都沒有氣解 沒有辦法反攻大陸啊 自己解除兵權之後 回到家裡面 閉門洩客 過著 不問 世事 的這種 生活 不該干政啊 這些退降有什麼資格干政啊 同時 終極統一也不是馬英九的政策啊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啊 他也是叛黨啊 不是嗎 馬英九的政策是不同耶 不統一耶 維持現狀耶 2300萬同胞 多數是支持維持現狀啊 這種退降 無辭至極 還出賣國家 還跟 對岸的解放軍 共同唱和 我們還給他錢 啊 副部長 報員 我們國軍啊 復興國家的政策 遵守我們目前的 我今天的質詢 就是要求 國防部 要強化 軍人的思想教育 強化 國家認同 強化 兩岸 清楚的意識 形態 報委員這是我們 全力以赴 積極的作為的一些方向 我們不希望未來 還有這一些 將要退下來的將軍們 再去像四海同心會這個樣子 無視於社會觀感 無視於國人的感受 無視於國家的安全存亡 大發妙論 意圖用他們的 剩餘價值啊 來影響 軍中 這些 將領對國家的認同 這個是可恨 可悲 我們絕不允許 報委員我們會引以為戒 然後呢 強化我們的精神戰略的教育 跟國家價值的認同 另外 博勝案 我們今天老實說要求你來 是來談一下 整體的建制有哪些狀況 整體的在間諜的洩密案之後 這個博勝案 到底還是不是一個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非常 以你為好未來的三軍聯合指揮 作戰網絡的一個建構 我們今天要求你來是報告這個啊 但是你的整篇報告 好像在上舉光日一樣 你把一個一篇的戰略文章 拿到這裡來向立法院報告 那我問你空軍到底現在 F16AB型 140架 未來要不要建制 博勝案 要不要 我們要知道的是這個啊 我們要知道的是你海軍的建制 現在怎麼狀況 陸軍的建制如何 我們三軍聯合作戰都是按照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系統的建立一些整體的一個 資訊網絡的連絡的一個系統 所以大致的方向都是原則是非常確定的 所以三軍都在努力 我告訴你啦 整個博勝案啊 是多災多難啦 風風雨雨啦 一下子預算不足 一下子間諜洩密 我請問你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羅賢哲洩密案之後啊 我們有沒有調整所有的這些密碼器 有沒有調整 報告員 自從羅案發生以後 我們所有的方面都檢討 而且加強了我們的整個一個 我們現在的博勝案 是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建制 是不是 我們目前所做的一個建制 都是維護我們的自然安全 好OK 謝謝 謝謝